我的棚啊 對啊有人就是在這個角度也有啊 這個角度也有 那個角度也有啊 那如果一直在接受採訪之外 其他的時間都在做什麼 我如果真的要工作 我是在社創 在人海洛杉磯大學就比較好 這邊就是一個棚 因為收音比較好 那你平常如果在棚跟棚等待的中間 就在衣櫃裡面休息 衣櫃? 對 你要不要自己開 我可以自己開嗎? 對啊 衣櫃裡面休息 對 嗯 哈哈哈哈 好 所以裡面有個休息間 對 然後所以你平常不會在這邊想事情 或者是 會在衣櫃裡啊 都在衣櫃裡? 對啊 因為這邊是共同工作空間 就是如果沒有在拍攝影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同仁可以在這邊討論事情 那或者是有一些就是 畫白板啊什麼都是在這裡啊 那大家通常這邊是坐滿的是不是? 因為我們有看過 就如果是一起工作的時候 就是要不要畫白板做一些準備會議的時候當然嘛 對但我不會在這邊我在隔壁 嗯 嗯 或者是在社船 哦 因為大家覺得你很神秘 嗯 你覺得你自己很神秘嗎? 那我想因為這個衣櫃是每個政委都有了不是我來才有的 可是你把牙群叫衣櫃 嗯 對啊 就是那尼亞啊什麼的 對啊 所以那個你平常怎麼學習啊 大家我知道你有聊過說你怎麼學習 對 那你 就是沒有盡頭上給大家看你怎麼學習 就是利用時間學習 而且學習什麼 嗯 好比上說我就會透過採訪啊 來知道就是大家感興趣的問題是什麼 或是說會透過一些公開的演講啊 來知道現在大家關心什麼 那你上網嗎? 當然偶爾會上網 又看些什麼? 就是看就是有人問我什麼 然後我如果回答不出來的話 會試著去找答案 那你有興趣? 比如說你看電視劇嗎? 你看現在大家年輕人在封什麼? 偶像劇、韓劇嗎? 你會嗎? 偶爾會稍微看一些,但我並沒有時間追劇 所以我都是看他們的說明而已 比如說你最近知道什麼? 最近好比像說那個Disney Plus 上了Hamilton的電影版 所以我就稍微有看一下這些鏡頭 等等 你願意秀一下你的神秘的電腦嗎? 裡面最長關鍵是什麼? 那一台 真的嗎?真的可以嗎? 神秘的電腦要打開 神秘的電腦要打開 然後呢? 然後兩個電腦會同時在 然後現在是T台的專題 哦 在六分鐘之後 現在是你們的時間 然後你通常 例如說你現在沒有事 你會上網看什麼? 我現在沒有事情 我不會上網 你要看我手機是不是 手機有看什麼 你的電腦很多機密 手機應該在報告裡 看一下 哦對! 他們說你用了一個很古老的手機 對 然後呢? 然後這個直接電話? 對也可以打電話出去 不用 可是你昨天拿了一個5G的那個 對那個是工作用 那個是有點像當成一個小的Notebook 那用這個手機的原因是什麼? 就沒有滑動的螢幕 那為什麼不要滑動螢幕? 不會浪費時間的 你只要接電話跟滑電話不要滑手機 對啊 你覺得滑手機是浪費時間的事? 因為如果我隔著鍵盤操作什麼東西 我會覺得我需要想到的時候 我才去使用 好比像說像剛剛講的 找一個題目啊等等 那但是如果是滑動的話 等於每次滑動都不知道會看到什麼 那這樣子的話很容易會去上映這樣 所以你是個借手機 借3G手機的人? 沒有這個是4G啊 可是我是說你怎麼講 借可以隨時查訊息手機的人? 這個也是可以查訊息 只是我得主動嘛 它只是沒有那個被動性 哇那你現在這個還買得到嗎? 這是新的 今年才出的 真的喔?你看我好落伍 它寫V-O-L-T 我好落伍喔 對就是4G 然後我只要我不會自己主動 不小心就滑到什麼東西 對因為它沒有觸控螢幕 它其實是智慧型手機 但是就是沒有觸控螢幕 正文你現在幫他代言了 好喔 沒關係 那大家 我有時候 昨天一直觀察您 您在打電腦的時候 其實你有再回很多訊息 所以通常電腦一打開 就是在回訊息是不是? 那是在工作 平常不會隨便去電腦說 看一下現在發生什麼新聞或什麼事 因為例如說像我 我自己會上Google 我自己會上Yahoo 我會上PCM 去找一些現在發生什麼事的狀況 可是您不會去找東西看 還是說你會? 就如果想要了解什麼的時候 當然會去搜尋 但不會自己去看 現在人家為你什麼訊息 當然偶爾也是會 好比像說像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會在Twitter 或Facebook上面 如果提到我的名字的話 我是會看到 但是那個也不是說 好像我非回不可 那就是偶爾會看一下 那你Facebook也滑 也看別人在發生什麼事 沒有啊 我牆面是完全空的 你是不是把自己保持在很乾淨的狀態 也不是這樣 就是說 我如果比較專注在做一件事情 比較不會被打擾 大概是這樣 比較做設計 也不會發出聲音等等 也不會震動 昨天我看您在跟大家聊天的時候 你都會很專心的聽別人的講話 當然 那你那個時候同時間在想什麼 沒有啊 完全沒有在想 就在想對方的講話 然後你們又有會議紀錄嗎 對 所以你是會回來再看會議紀錄的人嗎 有竹字稿啊 對啊 所以就是有竹字稿 等於就是可以還原到他所講的脈絡 如果有一些專有名詞什麼 我一下子沒有聽懂 那我就可以透過竹字稿去查 那你回來以後會再整理這些內容 然後再想說可以怎麼幫助大家這樣 對而且在他公佈到網路上之前 我當然每個字都會在看過 哇 你現在覺得累嗎 還好啊 我說這一陣子這麼多事情 還好吧 那個疫情比較就是沒有那麼嚴重之後 就是只會中心變成每個禮拜開一次之後 就比較沒有那麼忙 是 你都幾點睡覺 大概十點多 早上咧 七八點 感恩 謝謝 我覺得那個 這我是個好冷靜的人 還好吧 這麼你通常是電視的Studio 然後他你會做些什麼事 就要看我們導演想要拍什麼 真的嗎 那你可以假裝一段嗎 可以啊 可以啊 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啊 謝謝 謝謝 那我們就打開頭影機 趕快來錄一段 喔 有個頭影機喔 對啊 我可以拍你的電腦嗎 可以嗎 你可以拍啊 沒有記憶 這個就是昨天 昨天的會議紀錄 就是我 我昨天一面聽 一面在確認說 每個部會都有回到 所以這個不是主子稿 這等於是我個人的筆記而已 對 你當時 昨天就立刻這樣打下來那麼多 就是他等於念講我就沒有打 哇 你的速度非常快 是 所以你是同時間在記憶 然後 記下你的自己覺得 就是確保說 大家不會說有提 但是不會沒有回 這樣的情況 所以如果要模擬的話 就是這樣子 好 通常 您做的事情是 每天會跟大家 聊一些 分享一些分享的事 對 大部分是 可能會有個活動 然後他們會拿一些稿子過來 然後我就會致詞 對 那致詞的話就是 像這樣子 好 所以 舉例來說 那 假設是 我要幫那個 豬背的物語養殖去致詞 這樣 那就會是 通常就是檢討會 其實就是這個 其實就是現在這個角度 對 然後就會說 然後就會把這個 就是對方的稿子 放到差不多跟鏡頭一樣的位置 對 然後就會說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協助我們的 竹北的物語養殖區 來這個開幕的致詞 我們知道竹北的物語養殖區 雖然有40年的歷史 但是其實今年才剛成立這個產銷班 這個產銷班 是由公園院斜槓創業的一對夫婦 那有很多的班員都已經到80幾歲了 有兩位年紀最長的班員加起來160幾歲 但是呢 也不是只有這個長輩跟終生代 我們還有海大的養殖系的很多的年輕人 所以這個行業反而沒有缺功問題 那這次想要跟大家提倡的呢 就是一個無毒養殖的一個概念 吃起來就會像挪威的青鱼一樣子的美味 那我們的在地的文化要傳承 其實就是靠中間的這個世代 它能夠一方面聯繫長輩的智慧 二方面能夠讓年輕人知道回鄉 地方創生是有出路的 在這個部分我們就需要有通路 來讓社會更加的認識 所以非常高興今天能夠跟大家推廣 我們的豬輩的無魚的養殖班 謝謝大家 差不多就是這樣 而且你是自己融會貫通 對啊 他就會給我一些outline 就是他們的基本資訊 我把它變成一個類似推薦詞這樣 這跟您之前做的工作有什麼不同啊? 之前的工作 比如說你之前在明基 就是有很多的做應該算什麼很工程的 然後你現在是跟很多人接觸的 你自己覺得最大的差別在嗎? 不過這也是工程工作 現在這做也是工程工作 它是一個互動空間的設計 所以你覺得跟之前的累積 這算跨領域嗎?還是沒有 你覺得算是同樣的事情? 就是互動空間設計 這本來就是我的專長 好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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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